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事情没有被掀出来 你问的太多了 虽然我只是个不务正业的闲散王爷 但你记住 我毕竟也是皇族的人 至于我为什么知道你身后那两个老家伙都不知道的事情 道理很简单 因为当年我年纪还小 还跟在母后身边 王爷的眉角抖了两下 露出很促暇的笑容 年纪小 总是喜欢到处捉迷藏 所以有时候很容易听到什么内容 至于偷听到了什么内容 这么多年里 也没有别的人知道 范贤苦笑 欲言又止 王爷肯点出秦家 已经算是对自己异常爱护了 可是那件事情如果涉及到太后 那可是王爷的亲生母亲 怎么还能说下去 静王爷沉默一阵以后忽然说道 云瑞那时候年纪小 这件事和他没关系 这一天我还是想跟你讲清楚 你自幼便跟着犯监和监察院学会了很多 但有很多事情也变得可笑起来 此时老少二人站在寒冷的田笼上 不远处便是静王府的墙 墙外便是京都一成不变 凄凉的天空 而范贤听着身旁王爷的说话 心头却是温暖无比 什么事情 无论是陈平平那条老狗 还是你父亲 都是玩弄阴谋的高手 所以他们总喜欢把事情搞得很复杂 而且最关键的是 他们谁都不信 而且最不信任的就是彼此 这才是最愚蠢的事情 陈平平以前甚至还怀疑过云瑞 也不想想那时间云瑞才多大年纪 范贤苦笑着 父亲与陈平平之间的相互猜忌与防范 自从母亲死后便一直存在 越来越深 直至他入京以后才好了起来 我把老秦家的事情验了这么久 今天讲给你听 不是要你去报仇 我只是觉得 你得罪军方已经够多了 而我们庆国本来就是以军立国的所在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军中真正的敌人是谁 我担心你会随便死去 随便死去四个字 靖王爷说得很沉重 他已经不想再有谁这样随随便便的死去了 范贤一衣急地 然后直起身子 问出了一个他最关心的问题 王爷 您为何对我这般好 靖王爷听着这话 忽然愣了 他挣了许久以后 忽然笑 笑声越来越大 越来越尖 越来越凄厉 直笑得他肚子都疼了起来 蹲在了田笼之上 捂着小腹 半嗓都抬不起头来 范贤心头微乱 有些木然地站在一旁 看着身边的这位王爷 看着王爷头上 与他实际年龄完全不相符的花白头发 在寒风里漂浮着 看着他的眼角因为笑容而挤出来的泪水 许久之后 靖王爷直起了身子 皱眉想了半天以后说道 我也不知道 然后他走向了田笼 范贤依旧沉默着跟在他的身后 靖王爷的脸上 回复了往常的沧桑与宁静 平静说道 陛下和我 都是由母妈报答的 那时候的郕王府并不怎么起眼 在京都里也没什么地位 所以皇兄与我 还可以四处玩耍 你父亲倒是也天天跟着我们 在加勒宫 宫中请来的半渡 陈平平 我们四个人天天混在一起 我年纪最小 当然最受欺负 后来皇兄 范贤和陈平平 去母妈的老家 淡州玩耍 回来后就乐滋滋地说 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很有趣的姑娘 后来没多久 那位姑娘便到了京都 找到了城王府 那是我母亲 是啊 记得当时年纪小 我天天缠着你母亲玩 当时我叫她叶子姐 你母亲很疼我的 所以哥哥再也不可能让陈平平来欺负我了 这样很好 一老一少二人边说边走 不一时便来到了一间书房的外面 范贤虽然有心多听王爷讲一些旧事 但依然将注意力放到了书房之中 因为这间书房明显少有人来 王爷日常喜欢种菜 自然不喜欢读书 靖王爷推门而入 嘶声说道 坐 范贤也不服坐上灰尘 很安稳地坐了下来 靖王爷在书柜里面翻了半天 终于翻出了一本后书 然后递给了范贤 看 范贤一正 双手接了过来 一看封瓶 是农意讲习 不由纳闷地看了王爷一眼 关于你的母亲 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话可以说 你问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好 其实不对 我对你不够好 至少我被他们瞒了将近二十年 王爷缓缓走出书房 用微钩的背影对着范贤 声音有些沮丧 我一直以为他没有好人 范贤坐在满是灰尘的椅子上 随手翻阅着那本厚厚的农意讲习 心里却在想着靖王爷先前说的话 其实他能隐约捕捉到靖王爷的心思 那一抹青涩的苦涩的不能言诛于口 却铭记终生的心思 当一位少年初始蒙动 身旁多了一位温柔美丽 无所不能无所不包容的姐姐时 难免会有这样一场故事发生 自己重生到这个世上时 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灵魂 但在前世 何尝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所有的男子 谁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只不过正常的世人们 在成长之后 总会有真正甜美的果实 填补进自己的精神世界 而靖王的正常成长经历 很明显被庆国的大历史从中打断 叶家一息覆灭 靖王却不能怒 无处怒 故而早生滑发 身形微钩 只进田园 不进宫廷 范贤的手指翻动着微微发黄的书印 忽然手指头僵硬了一下 他看到了几张保纸 夹在厚厚的书中 心头一动 快速地向后翻着 又翻出了几张保纸 纸上的笔记很陌生 又很熟悉 书写之人的毛笔明显用得不够好 笔画直直愣愣 很像是火柴棍在搭积木 纸上的内容 也并不出乎范贤的预料 上面记录着某人对某人的某些建议 比如监察院 比如商股市 还有几张便条 是说今天想吃什么 明天大家打算到哪里去玩 范贤笑了起来 对着那几张纸自言自语 你写的别的东西 大概都被这天下人烧尽了 没想到 当年的小男生还留了几张下来 不过你的字写的真的没有我写的好 而且尽在力气放在大处 却不放在小处 毛笔用不惯 就鹅毛笔好了 对了 我在内窟那边做了个小访 专门做铅笔 在这些事情上 我比你要聪明的很多 沉默了片刻 范贤想了想 把这几张纸收入了怀中 想来靖王爷也需要这种解脱 他站起身来 脸上挂着田靖的笑容 走出了书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